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者需要警惕重组和业绩变点带来的风险 对于这个重组变点可能是投资者所担任的 就是所可能要承担的最大的这种风险 经济回暖迹象愈加明显 2月制造予PMI高于预期 连续7个月高于融库线 从这个工业品价格指数这些方面反映出来 我们经济确确实实是在逐步骑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观众朋友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韦迪在上海为您直播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 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表现 护制今天继续在高位延续了强势震荡的态势 基本围绕3250点反复争夺 行业板块涨跌互线 成交量有所放大 早盘两市开盘之后是缓慢的震荡上行 但是前高压力明显 五盘前后的护制是叙事高位窄幅震荡 但是临近尾盘护制再次退守时日均线 创业版表现是不拦不惊 走势和主板基本一致 尾盘稍显强势 收在五天均线上方 那截止到收盘护宗值涨0.16% 深城值涨0.26% 两市全天成交近5000亿元 较昨天再次放量 中小版纸和创业版纸 分别上涨0.23% 以及0.25% 盘面上军工股协有色上涨 ST摘星脱帽概念股一场活跃 金融股有所回撤 那么加上顺丰控股尾盘开板 拖累了物流板块的权限下挫 打击了市场人气 那截止到收盘的两市 有超过40只个股涨停 GQI视讯 大连电磁 加泰股份 如通股份 以及滑铁科技 五只个股跌停 另外在股指期货方面的 沪深300上振50 中振507只主力合约 分别上涨0.22% 0.08%和0.41% 在融资方面 截至到2月28号的本周二 两市融资余额合计9063.45亿元 环比继续上涨22.2亿元 截至为大连线到东北政权 首席投资顾问郭峰 晚上好 郭先生 市场今天仍然在高位震荡 那么你认为 临近两会窗口 后市会怎么走呢 进入三月份大盘呢 开局应该说还算相对良好 整个大盘呈现出了一种充高震荡的支持 从观面上来看应该说数据相对还是比较理想 学院判认为呢 整个经济还是处于复苏的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呢支持大盘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轮动 但是从市场走势来看呢 我们注意到市场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隐忧 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一个就是成交量始终受限于5000亿的这个上限 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虽然指数还有反弹创新高 阶段性新高的机会 但不排除有一些量价背离和指标背离的这样一个嫌疑吧 所以呢市场还是追党处于一种相对谨慎的过程中 好的谢谢郭先生晚间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年后的市场春暖花开 但进入三月债券违约或将会迎来一个小高峰 根据中金雇收团队言报披露 三月有四支风险较高的债券面临到期或是回收 其中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11柳化债14铁领债和企业债12江泉债 都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 16贵水矿CP001被评级公司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 而且提示流动性压力大 这些发行人债券兑付均明显的依赖外部协调和支持 这四支债券的总到期金额为35.1亿元 未计利息除了12江泉债之外呢 另外三支债券最终能否成功的兑付 都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支持 那需要提示的是11柳化债公告 称呢已经形成了初步资金的解决方案 但是债券兑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金研报就指出了 自2014年中国债券市场打破刚性兑付以来呢 三月到五月一直都是违约比较密集的时段 而今年除了一二月之外 剩余的月份到期量基本都是要高于去年 其中三月到期量高达4500亿元 因此兑付压力从三月便开始加大了 那中国的在岸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分为对机构投资者开放的银行间市场 和散户投资者可以参与的交易所市场两个部分 2016年所有的在岸债务违约都发生在银行间市场 债券违约案例也是达到了历史新高 而上一次发生的交易所债券违约 还是2015年的5月 当时为可口可乐和百事公司提供饮料瓶的珠海中复 没能够按时对付5.9亿人民币的债券本金 昨天是中小创上市公司2016年的业绩快报发布的收官日 有超过1300家中小创公司披露业绩快报 其中业绩暴袭的比例超过了7成 当年和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了近38% 可见中小创企业仍然是处于高增长的阶段 不过专家也提醒 在整体业绩向好的背景之下 投资者需要警惕重组和业绩变脸带来的风险 业绩快报显示 在业绩增幅排名靠前的20家公司中 一半公司业绩骤增的主要推手是并购 其中恒信移动2016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2.6倍 主要原因正是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其实并不代表我们就是真的是增长了多少 因为东方梦幻他按财务这个计算来说 他是把按年初就把这个当作全资子公司收进来了 本来去年是盈利的盈利1000多万 然后现在因为收进来按这个财务核算来说 他就变成亏损的了 亏损了这个14万 然后今年又变成盈利了1800万 所以这样算下来是 电动幅度有一万多 而除了重组 一些公司业绩出现变脸也值得关注 分线是认为 中小市值公司 多是在细分的消费或者服务领域业务居多的板块 满足升级要求 从增长的推动力来看 只有依赖于主营业务的增长才是良性增长 持续力也会比较强 重组成功尽管也会带来业绩爆发式的增长 但投资者同样需要警惕重组和业绩变脸所带来的风险 一个是产业升级一个是结构的更加趋向于合理 那么都会使得中小创这个区域成为上市公司利润的主要集中点 对于这个重组变脸可能是投资者所担任的 就是说可能要承担的最大的这种风险 那么一旦这种重组不能成功或者说是监管呈现出去源的话 都有可能会对它的重组的这个不确定性造成很大的这种影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验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经济回暖迹象愈加明显 二月制造业PMI高于预期 连续七个月高于融库线 从这个工业品价格指数这些方面反映出来 我们经济确确实实在逐步起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人社部表示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入市 入市时点由投资机构视市场状况选择 养老金的投资运营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入市 进入股市只是基本养老金它投资的一种选择 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要是将建设高效运转枢纽 大的这个交通枢纽的主要的客栈和这个货运设施之间 要实现交特施的这种直接连通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也行现 我是韦迪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宏观数据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2017开局表现强劲 2月份的官方制造业PMI高于预期 并且是连续7个月要高于荣枯线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2月的官方制造业PMI为51.6 高于预期的51.2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 此轮经济回暖的程度再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中国经济可能确实已经走入了L型的下半场 那么自2011年以来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已经结束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解读称 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主要呈现出了四方面的特点 一是制造业市场的需求回升 生产趋于活跃 二是国内外的需求有所改善 净出口继续回稳向好 三是新动能持续发力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 其中装备制造业PMI为近三年的高点 四是企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持续增强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两个月上升 并且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企业对于市场的预期继续看好 此外 财新制造业PMI也是表现亮眼 二月财新制造业PMI为51.7 远超预期的50.8 显示了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 连续第六个月向好 创超过四年以来的次高纪录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认为 二月中国经济继续回暖 但是尚不能够断言趋势形成 二季度或是关键的窗口期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牛李则是认为 除了季节性的因素之外 PMI的持续回暖 显示了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早先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天气原因 冲结的因素 第二个原因就是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工业品的价格回升比较明显 所以就说大家对于生产的这种积极性 预期也是在明显的提升 那么从这个工业品价格指数这些方面 反映出来我们经济 确确实实是在逐步骑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另外2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 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随着春节后企业集中开工 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增长明显 商务活动指数为56.9%和53.7% 分别比上月上升3.0和6.1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非制造业增速虽有所放缓 但总体延续了较快增长的运行格局 与此同时两会即将召开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经济任务的部署 也引发了各方关注 在前期各项数据开始气稳向好的情况下 各机构纷纷开始调高预期增长目标 对此专家认为经济虽然有所改观 但仍需谨慎稳妥 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下行压力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的目标 我个人理解应该还是要保持一个 去年这样基本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 而在经济不断企稳的背景之下 防止金融风险和泡沫的积累 成了重要的任务 但如何在防风险的同时 保证经济增长和控制资本外流 可能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 中国央行似乎正在试图走中间道路 通过提高货币市场利率 作为控制公司杠杆的方式 那年初以来的央行更是加大了资本管制 以控制资本的流出速度 从这张图中也可以看出借贷资本的利率 与资本账户之间的关系 当市场间借贷成本上升的时候 资本就呈现了正流入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就认为 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个更为谨慎的途径 在近几年的降息之后 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 但现在他们想要更加稳定和中立的方式 来支持实体经济 而不触发更多的泡沫 不过中央银行的举措 虽然促使货币流入本国 人民币走稳 但也是打击了债券市场 苏格兰皇家银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志鹏表示 虽然债券发行人感到痛苦 但是中国央行的做法 可能会激励资本流入 因为提高货币市场利率 也与美联储日益收紧的货币政策更加匹配 好 接着为大家连线到瑞罪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沈先生您好 对于今天的PMI的数据 有关键认为 证明经济长周期下话已经结束了 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今天统计公布的PMI 大大好于市场预期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说明经济还是已经起稳 而且现在上升的势头还是比较明显 虽然是个好消息 但是现在说经济已经长周期的反弹 还是为民有点草率 主要还是要看劳动生产率 创新以及科技发展 能不能促进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及空气车改革 是不是对我们的整体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总的来看这一轮经济下降周期是过去 现在是企稳 那么最后的增长资料 还是要靠空气车改革体制性的因素来解决 沈先生 那么在经济企稳的背景之下 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将会做何抉择呢 在经济企稳的背景下 这个货币政策已经在逐渐的 是向中性在靠拢 其实这个中性其实很大意义上就意味着货币开始收紧了 因为去年的货币政策还是非常宽松的 那么去杠杆这个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所以总的来看这个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有时候的迹象 那么过年前和后央行上调了一些利率 包括MLF SLF这些利率的上调 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央行现在要回归中心 那么在这个影响下的市场的利率 特别是债券市场利率已经出现了上扬 那总的来看货币政策会越来越紧 这样的话呢也是使这个经济企稳的情况下 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好的 非常的感谢沈先生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呢 今天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 介绍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情况 对于备受关注的养老级入市问题 人设部副部长尤军表示 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入市 进入股市只是养老基金投资的一种选择 而入市的时点则是由投资机构是市场的状况选择 尤军介绍2016年底 人设部正式启动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实施工作 首批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约的有七个省 资金规模达到了3600亿 资金划拨也在陆续的到位中 相关配套政策将陆续出台 具体到启动实施 各地并不是一个时间点整期划一来实施的 这里要说明的就是养老金的投资运营的实施 并不意味着入市 进入股市只是基本养老金 他投资的一种选择 并且是由市场的这些机构 根据市场的状况来选择入市的时点 另外就延迟退休时间表何时推出 人社部部长尹卫明表示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政策 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人社部将继续深入研究 适时地推出这项政策 当前呢我刚才也讲到我们国家的就业形势呢 依然严峻复杂 就业的压力呢也非常的大 特别是这几年这个化解过剩产能 职工分流安置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就更加稳慎 此外尹卫明表示 今年化解过剩产能 大约需要安置职工50万人 将继续坚持企业主体地方组织 依法依规的原则推进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 去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情况 总体竞产平稳 化解钢铁煤炭产能 涉及到了28个省份1900零家企业 安置了72.6万人 整个工作平稳有序 没有出现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今天顺丰控股在连续收出 四个涨平板之后呢 终于在午后开板 股价出现了放量矩阵 最终呢是收涨4.79% 报在70元整 全天成交27.69亿元 作为此轮投递公司上市潮的收官之作 顺丰借壳上市的完成 或预示着中国投递公司的结构性转变 正在开启 继上周五借客顶态新财上市敲钟后 顺丰控股近7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已经高达66.7% 就在四个月前 圆通速递采取相同的方式 借客完成登陆A股市场的临门一角 随后深通中通运达陆续跟进 截至到2月24号顺丰上市 中国民营快递市场份额占比位列前五的快递公司 已全部走向资本市场 不过去年在纽交所上市的中通快递 昨天出现了大跌 彭博今天报道称 顺丰上周五在深圳上市后 有2万名顺丰员工开户并且购买公司股票 顺丰一共有大约12万名员工 公司发言人表示 员工购买公司股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公司并没有要求员工这么做 顺丰是借壳上市 目前的股本结构显示 公司总股本达到了41亿股 但是可以流通的股份只有1亿3000多万 占比只有3.2% 事实上快递公司快速发展后 纷纷选择借助资本市场抽错资金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根本上讲 快递公司靠承包租赁方式很难持续下去 于是一些快递公司布局商业零售网点 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 另有公司借助上市筹集到的资金 建设现代化物流仓储基础设施 这些都充分地说明 中国快递公司正在实现转型升级 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13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表示将建设高效运转枢纽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就任以来首次国会演讲 重申美国优先 但依然未透露具体细节 市场波澜不惊 欢迎回来 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近日国务院印发的 13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做介绍 新的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强调现代性综合性系统性三个特点 规划提出到2020年 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部分地区和领域率先 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 规划明确 到2020年高速铁路要覆盖 80%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城市 铁路 高速公路 民航 运输机场 基本覆盖2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 尤其主干管网快速发展 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到540万公里左右 这次规划里面提出来 我们在大的交通枢纽的主要的客栈 和货运设施之间 要实现交通设施的这种直接联通 也要推进铁路直通重要的港区 直通重要的物流园区 此外2月份以来 全国23审份发布大约45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被质疑是否是新一轮投资刺激计划 对此发盖委新闻发言人李普明表示 这种说法混淆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刺激计划 两个不同的概念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刺激计划 不是一回事 不具有可比性 当前呢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 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 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 这两个方面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 所以呢 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科学稳定 不能 不能搞一些 大水慢贯式的抢自己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的一月份 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 报309点 暗月上升0.6% 创历史的新高 而这呢也是香港楼价连续第十个月上涨 累计升幅达到了14% 有分析认为 一月份楼价大涨 主要是由大中型房屋带动 豪宅的暗月升幅高达1.3% 暗年升幅超过11% 分析师表示 目前香港楼市仍然供不应求 楼价有望再次破定 不过也有评级机构指出 在美国加息周期下香港楼价未来或将会受到压制 此外港铁公司昨天公布 港铁黄竹坑栈第一期物业发展项目 由路径基建及平安保险旗下的平安不动产核组财团投得 这是继龙光地产168亿港元 以创香港地域成交记录的价格 购得压力州历南道项目之后 一周内第二个由内地发展商派下的香港土地项目 过去的数年间 内地发展商在香港买地的规模急速增长 内资在港购地建屋建成气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德意志银行近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 以总楼面面积计算 2016年以来特区政府推出的地皮24% 由内地地产商夺得 远高于2009年的6% 若以地皮成交价计算 内资一占21% 同样高于2009年的4% 而财力雄厚的内地发展商 在市场上的出价往往较为激进 更是屡次出现超出市场估值的情况 在投资速度增长的同时 内地发展商的构地方式也在逐步的改变 过往主要与港资合作 现在则是独自买地 内资赴香港投资地皮以住宅为主 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2到3年仍将延续 对 如果他们建商业房地产 还是比方说是居楼 还是商场这一类的 对他们来讲就是 这些是一些比较长期的投资 回报年期比较长 好 来看药文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安排显示 明天上午的10点 郭树青将以营监会的主席身份亮相发布会 介绍银行业支持供给侧改革的有关情况 并且答记者问 再度回归金融系统的郭树青 将如何带领银行业突围与转型 值得业界期待 据中国证券网的消息 在1月末摸底人身险公司开门红 经营情况后 保监会今天再次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人身险公司在3月3号前 上报近期业务经营情况 保监会表示 此次经营情况报纵工作 旨在未及时准确了解 人身险业务的发展情况 科学研判人身险市场的发展形势 富士康总裁郭台银 今天向媒体透露 希望收购东芝 他表示 如果收购成功 富士康将可以在经营上 注入资金协助东芝 邀请对方来中国建厂 并可以把核心技术留在日本 东芝目前正在考虑 出售芯片业务的部分股权 乃至所有资产 以避免公司股票被摘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业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 就任以来首次国会演讲 重申美国优先 但依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市场波澜不惊 我会要请访中国 执行政策 执行政策 会为1 209 Mr. 20 4 4 2 4 谢谢大家